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那么本期的话呢,将给大家讲解我们的Angry Bot实力分析 以及我们的游戏发布流程 这是我们的新的一章节 好,下面来看一下本期的思维导图 今天是我们本章节的第一次课 好,那么我们本章节课程的话 主要通过讲解官方的案例 来巩固之前我们所讲解的知识 以及学习一些新的游戏开发技巧 和游戏中特定的系统和功能的实现 同时呢,我会初步讲解一下游戏发布的流程 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 好,那么我们这一章节的话呢 主要分为两个大的一个部分 主要就是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疯狂机器人Angry Bot的一个案例分析 那么下一章节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多平台的一个发布 好,那么我们这个Angry Bot的案例分析的一个课程目标呢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游戏的开发流程 第二个呢,就是巩固复习各种资源的导入和检查 第三呢,就是游戏中的一些特殊功能的实现 第四呢,就是实现游戏后期的一些处理 以及相关参数的一些分析以及优化 那么重点和难点呢,就是能够掌握基本的游戏开发流程 同时知道如何来实现游戏中的一些特殊效果 同时明白如何分析游戏性能以及性能的调试和优化 好,那么考核的目标呢,就是能够掌握游戏开发流程 知道每个环节以及人员分工如何协作 同时知道游戏开发环节中的各个部分 以及游戏后期的性能和参数的一个分析 那么课时呢,主要是两个小时 其实讲解这一章的话,主要是为那些没有参与过项目开发的一些同学 一个基本的一个项目开发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讲解 让大家脑子里面呢,有一个就是我们真正的在公司里面上班的那些同事 他们开发这个一款游戏的话呢,应该来怎样协作 是怎样一个开发的一个流程 好,那么本章的话,今天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第一讲 就是我们实际游戏项目的一个开发流程 那么今天的话呢,主要可能是文字讲解的内容比较多一些 就是实际可以给大家参考的内容不多 但是呢,希望,但是这个的话呢,对大家非常的有帮助 特别是没有真正就是工作过或者没有去实习过的同学的话 对这个有一个了解过后,可能在面试的时候呢 能给大家一些帮助 同时能够准确的定位自己的一个喜好 比如说自己喜欢U3D 那么U3D也分为比如服务器 还有客户端,还有UI等等 这些有不同的分工 让大家明确自己在这个分工中担任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好,那么我们一般一个手机游戏开发呢 都需要立项 在公司里面肯定是需要立项的 或者就是你进入游戏公司的时候 这个项目已经立好了 就立项完毕了 然后只需要去做就OK了 那么我会从头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在立项之前呢 首先确定一下就会进行一个市场调研 那么这个市场调研的工作呢 一般都由市场部或者营销部门来进行 或者就是制作人啊 或者老板等等 他们会考察一下最近一个 就是比较火爆 或者就是自己团队感兴趣 或者能够擅长的一个游戏类型 以及结合自身的一个研发实力进行一个评估 同时呢 还会对市场以及用户 就是在未来的一个就是 玩游戏的一个习惯或者喜好进行一个预判 那么最终由制作人和主策划 进行游戏类型和大方向的一个确定 好 那么确定好了方向和游戏类型之后呢 我们就会通知程序组 策划组 美术组进行一个三方的会谈 然后将游戏类型和方向进行一个沟通 那么在每一个方向呢 都必须要通过程序 美术和策划都要保证 就是如果我们假设我们做三销类型的游戏 那么就程序美术和策划要保证 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一块里面 是没有问题 或者说是没有那种 就是不能解决的问题的 不然的话 这样的话会导致 比如说我们中途 就是因为自身的能力不够 而导致这种项目没办法做 比如说很小的团队 你想去做一个就是RPG的 就MMORPG的一个手游的话呢 就不太现实 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人数 第一个就不够 还有可能自身的实力 比如服务器端 客户端 内容过多 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能够精准的把握 这个项目的一个周期 所以导致项目的一个不确定 或者是失败 还有就是呢 一般就是项目周期 手游项目周期的话 一般小公司的话 就中小公司的话 一般都不会太长 一般就是半年以内 基本上都制作出来 好 第三呢 就与此同时呢 主策划和制作人啊 还需要完成游戏大纲的设定和设计 就是游戏大纲设定完成的过后呢 就再来 大家再来过一遍 就是游戏大纲出来过后 就是基本能够了解 有什么系统 有什么功能 然后以及就是需求是怎样的 然后美术以及其他的成员 再看一次 看一下就自己要负责的那一块内容 会不会有什么不恰当的 或者是在我们规定的周期内 也能否完成的 那么必须还要进行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评估 好 然后这个呢 又是一个过程 就是可能大纲还会进行修改啊 然后方向啊 系统啊 还会进行修改 好 接下来呢 就是如果大纲没问题的话呢 同时各个 就是我们三方也没有巨大的问题过后呢 就可以申请立项了 那么立项过后呢 就是我们需要确定一下 就是资助轮和主策划等等 他们会和各个人员进行一个沟通 来确定就是我们的游戏的一个开发周期啊 以及成本 还有需要开发的需要的人员 以及市场分析的一个报告 还有就是竞品分析等等 那么还就是我们的游戏的具体定位 游戏具体类型 游戏适合玩家对象 游戏研发出来后 我们要发行的一些平台等等 顺一一的确定后对应对接完成 但现在呢 很多都是啊 有发行商和就是啊 就是CP嘛 就是我们的研发商 进行一个合作 就是发行有IP的拿给研发来做 然后共同发行的这种产品 就是我们叫做的现在的IP 可能大家对IP也 因为现在如果是这个行业内的话 对IP已经耳熟人详了嘛 然后我们如果有IP的话呢 我们还要对IP进行分析 要分析出 分析出IP的一个爆发热点 时间节点等等 还有就是对应 喜爱这个IP的一个固定的人群啊 等等 好 那么既然这里提到了IP的话 我这里就单独说一下IP 那么现在很多游戏都是有IP的 那IP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IP通俗一点说呢 就是我们的知识产权 就是IP 就是知识产权 那么这句官方解释啊 但是我们我觉得挺空洞的 我们需要结合使用场景来理解 那么通俗一点说 就是游戏素材的版权 就比如说我们 以前看动画片的 有什么七龙珠 圣斗士 火影人诊等等 这些都是动画片的 日本动漫的 这个吧 知识产权在日本那边 但是如果我们要用这些动漫来改编成我们的一个游戏的话 我们就需要购买这个版权 有了别人授权过后 我们才能把比如七龙珠 圣斗士 火影人诊等等 改成我们自己的一个游戏 同时还给大家讲一下 现在那些就是有版权的人也挺聪明的 他不会把整个七龙珠全部卖给你 他一般比如说就会把比如七龙珠 他只会针对一个游戏类型卖给你 比如七龙珠你做成跑酷 七龙珠你做成MMO 或者哪怕你做成三销 都可以 他是在一个方向会卖给你 比如说是休闲意志类 跑酷竞速类 等等 是这样子的 当然还有影视剧IP 比如说之前比较火的花千古 仙剑等等 还有综艺节目类IP 比如爸爸去哪儿 奔跑爸爸兄弟 这种 爸爸去哪儿嘛 就是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那个跑酷游戏 而奔跑爸爸兄弟的话就多了 有奔跑爸爸兄弟的跑酷 有奔跑爸爸兄弟的开赛车的一个游戏 当然还有就是传统的一些免费IP 就大家感觉人都在用嘛 被用烂了的那种 就是我们的山国 山国啦 水浒啦 西游啊 红楼梦啊 等等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现在也挺火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的一些人气的一些小说 比如说之前有时光个冷消化 鬼吹蹲 当母笔记等等 那么这些小说 也让这些写作的人嘛 也很受益了 那么IP呢 其实 现在来说的话呢 只是作为我们吸引用户量的一个手段 那么大家对这个游戏啊 通过IP的话 有一个基础框架的认识 比如说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拿七龙珠来说吧 比如我 我这游戏是七龙珠的IP的话 那一玩 我肯定就知道里面的主角是孙悟空 有孙悟犯 还有龟仙人 龟派七公等等这些东西 不管他做成什么游戏 他可以 这些基础的元素 其实都是不会少的 然后的话呢 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可能还会有一些 不会感到陌生嘛 同时 如果我恰好喜欢这个七龙珠的话 那么想必 大家更能够接受这个游戏 同时 还会有更加的代入感和认同感 因为我以前知道这些东西 然后它在里面的话呢 就让我感觉很熟悉 或者是很怀旧的那种东西 但是呢 IP主要的作用 其实就是在西量上面 本身和你游戏自身的品质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你有IP 和游戏做得好不好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 有IP的产品 也做得很一般 比如之前的 有什么黑猫警长啊 等等这些 有大的IP的 IP也很高价格的 但是呢 它做的游戏 其实是很 品质是很一般的 那么行业内呢 有一句这样的话 就是有IP的产品 不一定就是好产品 那么用户量大的 如果用户量大 如果产品垃圾的话 招致的骂名会更大 其实失败也会更厉害 并且 现在知名价格的IP 也非常高了 如果你产品做不好的话 你的成本也会非常的高 好 下面的话呢 我就去给大家找了一些 有IP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截图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 给大家讲到的 花千古嘛 它做成了MMORPG嘛 号称月流 所以两个亿嘛 然后这个就是 由那个 就是 电视剧嘛 由一个就是 优酷上面的一个短片 改的一个 十万个冷笑化的一个手游 然后还有就是 奔跑吧兄弟 改的一个奔跑吧兄弟的 一个跑酷手游 其实这些的话呢 都是吸量非常不错 然后收益的话 也还是不错 这些都是算比较成功的 一些产品的 好 刚才讲了IP 然后接下来 我们的大刚制作完成过后呢 就是一个分工写作的一个过程了 然后首先就是 策划先行嘛 任何一个项目都是策划先行 首先策划呢 就是我们分为主策划 系统策划 还有比如说关卡策划 还有数值策划等等 但是小团队的话 可能分不到那么细 一般就是数值和系统 然后还有主策划三个 就是首先会设计出 各个系统模块 然后出文档 出美术需求 程序需求等等内容 然后我们的美术和程序 拿到对应的策划的需求 然后再和策划进行一次讨论 然后就进行自己 手里工作的一个完成 比如说策划策划出来了 我们的角色 3D的角色有多少个 特效 建筑物 场景有多少个风格的 然后我们的美术就开始制作 然后程序的话呢 就会根据系统的功能 开始首先构建 我们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框架 然后的话 比如说 以跑酷为例子的话 我们可能比如说 无际模式的跑酷 它是随机随机出现的障碍物 随机出现的周围的场景等等 这些随机的一些算法 一些基础的 我们开始跑的一些 基础工作的话呢 也要开始进行 甚至为了后面的方便的话 我们跑酷游戏 可能有时候还会 做一些工具 让美术的同学来摆一些 比如场景啊 或者摆一些道具的一些 就是方案啊 因为跑酷的话 它全靠 就是我们的道具的摆放 来控制它的一个难度嘛 但这些的话 全部不可能由程序 一个人完成 需要美术的同学的一些参与 可能我们还需要 自助的一些 能够方便于美术同学 摆放的一些工具 然后来用Unity 来进行一个摆放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甚至程序 还会遇到一些 就是比如说 特殊的一些功能 或者比如说 以前没有做过的 一些系统的话 我们还会单独的搭建一个 demo来尝试一下 我们能不能实现 这样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之前 我们做游戏的时候 我们想实现一个 就是那次踩到了一个东西 它会到处一个弹跳的 一个效果 就像我们踩到一个 蹦蹦床的那种效果的东西 我们可能不会在 我们的项目当中来进行 可能会单独建一个 小的一个案例 来进行来实验一下 以及实验一下最终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详细给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程序组的一些工作安排 那么我们程序组的话呢 一般分为服务器程序 服务器端程序和客户端程序 当然如果是单机游戏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没有服务器了 或者有一些简单的服务器 当然现在的话 基本上啊 手游虽然都是 比如单机手游的话 也网络化了 也需要有登录啊 也需要有一些数据的上传 也需要 也有什么七日登录 还有一些 每天比如登录的时候有活动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会连到服务器的 但这些服务器的话呢 也不复杂 因为没有就是同频 有多少个人在线这种情况 好 那么我们服务器程序呢 就是要根据需求搭建服务器框架 以及给出我们的服务器接口 接口 供我们的就是Unity 3D这边来调用 就是服务器的一些数据或者资源 以及我们把我们这边客户端 获取到的数据传 传给服务器进行一些验证 那么我们客户端的话 这个就是大家比较相关的 就学习Unity嘛 就是我们客户端程序的话 主要还分为系统逻辑实现 UI实现 一个框架搭建等等 那么逻辑实现的话 就是对应的去编代码嘛 实现我们对应的一些 比如逻辑框架 还有就是呢 我们的UI Un的话呢 后期我会给大家讲解 就是我们的UI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制作 就是我们的NGUI 我使用的是NGUI 来制作一个完整游戏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操作和方法 那么框架搭建的话呢 就一般有主程序来完成 它来进行最底层的一个系统的构建 以及接口的一些开发 好 那么第13点就是 我们不同分工的程序 需要对应的美术同事呢 还要进行一个配合和协作 比如说我做客户端UI的程序员 那么我需要搭建好UI的一个框架 框架 这个不是框架 不好意思 框架 然后和美术UI的同事 一起协作完成游戏的UI设计 以及UI功能的实现 比如说 那么我们的UI的话呢 比如说有很多的图片 对吧 它会设计好一板一板的 比如我们手机是1080 比如说乘以1920的这种书版的 我们是书版游戏的话 首先UI会设计一板 就是书版的东西 出来 然后大家看效果 如果是OK的话 然后再对应的切成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有头像 有logo 还有按钮等等 要切图嘛 切了过后 还要对应这些切图 我们可能要做出说 九宫格的一些格式 便于就节省资源 同时呢 能够也有比较好的一个显示效果 等等 这些都会要和美术进行一个 就是做UI的同事进行一个协调和 比如它制作的东西不对 然后你还要拿给它进行一些修改等等 那同时呢 比如我们制作模型 就是比如我们做人物模型 或搭建场景的程序员呢 那么模型有问题的时候 还需要和场景的模式 场景的美术同学 进行一个交流 就是比如说场景 哪个地方没有做好 或者贴图给的不正确 比如发现有可能反了等等 这些问题也需要一些沟通 同时要保证就是 我们在客户端里面做出来的效果和美术同学 啊 构想的效果 其实要保证是一样的 同时UI的特效呢 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共同完成 好 那么游戏逻辑的程序员呢 就需要和3D美术同事进行合作 把制作好的游戏模型 游戏角色 还有游戏动作等等资源 做好导入到我们的游戏内 制作成对应的我们的prefable 就之前讲过的 我们的资源进行一个备用 就是我们要用的时候呢 就直接可以使用了 那么最后呢 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 就是我们各个模块的一些拼接组装 就是我们比如说 第一个我们要实现一个关卡 第一关的话 我们要把第一关首先做好 就是我们一个迭代开发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做好第一关 然后后面的关卡呢 就是制作的流程 基本上就和第一关一样 所以迭代开发的意思就是 我们首先要出产品 就出一个第一关卡的东西 先做出来 然后用慢慢再加内容 或者先以最简单的内容 做出一个大体的一个效果 当然呢 不同的项目组 有不同的开发模式 也要根据你的项目人员的大小 分工协作的人数的多少 来进行一个最有效 最有力的一个开发模式 和协作模式 这就要根据大家自身的一个情况 来进行了 好 最后的话呢 就是游戏demo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测试小组 进行测试 然后测试小组呢 会进行一个bug的一个反馈 然后那么程序 我们再进行修改嘛 反正就是这样 反复多次 尽量保证 游戏出现较少的bug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 游戏的一个封测了 封测当然 我们可能事先会谈好一些运营 或者一些发行 拿去封测 封测就导入 小部分的玩家数据过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游戏的一些 一些基础数据 比如说我们的 有没有什么用户 大面积崩溃的一些情况 然后我们的 是否能够达到 我们运营的一个目标 比如说我们的次日留存率是多少 三日留存率是多少 七日留存率是多少 还有就是我们的ARPU 以及ARPPU等等 相关数据是否达到预期 就是ARPU ARPPU 大家可以摆度一下 其实就是关乎我们的 收入的一个情况 是否达到了一个预期 好 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话 可能我们就会 根据运营的一个反馈 比如说我们一些 前期的一些数据统计 比如说客户是因为 登陆失败了 还是说游戏崩溃了 还是说在哪个地方 新手引导 用户就流失了等等 来对应的进行一些 修改和调整 让保证就是基本的数据 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 反正这个调整的话 有可能会很长 也有可能效果比较好的话 也有可能一两轮就OK了 有些甚至会进行 七八轮的一些封测 好 那么我们如果在 达到预期目的过后呢 游戏就可以正式上线 全平台首发了 首发过后的话呢 就是可以观察数据 当然我们就 这个时候的话 一般项目组就会进行一些 新的一些下一个版本的 内容的一个开发 不过这些内容的话 都要基于上一个版本的 一些数据表现来进行了 好了 至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游戏 开发到上线的一个简要流程 当然 每一个流程环节的话 其实都是挺复杂 而且实际在项目当中 制作起来的时候呢 事情也会比较多的 这个地方要一一细讲的话 可能就会延伸到很多方面了 这个地方我就不给大家细讲了 当然有兴趣 或者对其中某个环节 有疑问的 那么同学呢也可以继续和我单独的沟通 好 那么本期的课程呢 就是这样 好 本期真言就是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做到完美 所以评价一个人 就看他在做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 失败的有多精彩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